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艺术和商業應該如何取捨呢 大部份的藝術創作其實所費不多 但電影製作 尤其是荷里活的大製作 就需要龐大的資金 稍後我們會和導演Mike Vegas 米高費格斯 談談如何平衡電影的藝術和商業價值 在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劇《天羅湖》中 觀眾可能會為誰死的《天羅》而感到非常難過 但假如由紅豆豆 蒙地卡羅 芭蕾舞團 尼佛利 《Trocodero de Monte Carlo》來演出這一幕 觀眾一定會捧腹大笑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上星期介紹過兩位為法國五月節來到香港的雕塑家 今天我們繼續為大家介紹多兩位 其中一位就是Lauren Gratso 洛朗格拉素 她的作品正擺放在中環的四號到輪碼頭上 未欣賞她的作品之前 我們先帶大家去到澳門 和Jean-Michel Otonio 奧托尼亞回顧她的人生和創作 為了她扮演這個展覽 法國五月節 為了她扮演這個展覽 法國藝術家奧托尼亞 二十年後再次回到澳門 這次展覽是她藝術事業的中場回顧 也是一年一度法國五月藝術節的活動之一 這個展覽是關於我的生命 我生命的失敗 你可以在展覽中找到一陣子 在展覽中 你可以看到一陣子 一些滑滑的藝術 這就是這個想法 在展覽中的失敗 有一個失敗在每個地方 有一個失敗在床 有一個失敗在床 有一個失敗在中間 有一個失敗的愛人 這個展覽展出奧托尼爺過去二十五年來的作品 在她開始以玻璃做主要創作媒介之前 她的早期作品採用敏感和出人意表的物料 好像輪、蠟和硫磺一樣 Sulfur 有一個敵人 是在床上的作品 所以它是同一句话。 在英文中,你名字是《sulfur》,《suffer》, 但这些意思是《suffering》的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用《sulfur》, 用了《sulfur》, 只是失识了, 给了一个名字的名字。 我开始用材料, 你可以冻, 你可以冻, 有材料在中间的材料。 锅是最完美的材料。 我们的这个展览是以琉璃为主。 琉璃是中国古代对玻璃的重复。 整个的组着都是琉璃作品。 这也是我们澳门艺术博物馆 第一次跟法国帕弗杜中心的一个合作。 就是他巡回展, 我们当中其中一站。 这次能以这个相对比较少见的创作媒彩, 在澳门展出, 其实我们也是觉得很荣幸。 奥托尼耶部分作品, 好像打了结的几年。 对他来说, 他们代表了结和无限两个概念。 我喜欢的是, 在中间有一个空间的空间。 这空间的空间, 如果你在背后的组织, 你会感觉到你的能力, 在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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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他和观众拉得更近。 在澳门展出, 我对我来说, 它是很重要的, 让我把人的世界都在不同的感觉。 有一個畫面我真愛在拍攝 叫做《Diary of Happiness》 它是關於不好的日子和好的日子 如果有不好的日子 你會放在黑的部分 還有白的日子 以奧托尼耶來說 2012年到目前為止是如意的 他只希望更多人能夠看到他的作品 見證他過去25年來的創作旅程 展覽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行至6月17日